我們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你看到他 他想辦法要來補洞 補什麼洞 要補樹洞 樹洞的危機在於 他很可能會讓登革熱疫情 更加的嚴重 結果居然讓記者們都嚇了一大跳 因為他去爬樹 今天這個是沒有預期的 就是說他行程是發說 要視察登革熱 結果看到一個大榕樹 三步並兩步 直接爬到上面去 那時候其實底下 都有些記者說 這個有點危險或是怎麼樣 但是市長去看什麼 他後來也講了 說他是去看樹洞裡面 有沒有積水 因為如果有積水洞很多的話 會有養蚊子 然後有沒有使用發泡棉 去填補它 補洞 很重要 所以一定 這個韓市長 就乾脆自己上樹去 好好的查看一下 今天他也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還年輕 我體力好 好 市長 你們是他 等一下 小心 小心 好到未老 市長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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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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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市長講說 放心 你們會弄 不要讓市長再繼續跑了 市長 市長 才好 市長 才好 對 上面那個洞太多 我們會用高公作業上去做 高公作業要怎麼作業 都是一個小洞小洞的 巴卡地來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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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擔心疫情嗎 不是 因為我們很怕 就是做事情會有死角 那樹下這麼多洞 都有可能滋生蚊稠 可是上面咧 所以我必須要爬上去看 洞多不多 結果一上去看 樹裡面的洞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要求 主辦了我們衛生局 所有的消毒部分 一定要把樹上面的那些洞 都要堵起來 我要親眼看 我才能瞭解狀況 果真 每一棵樹的上面 都有非常多 有可能滋生 病蟲 這個 病蟲梅的這個 病蟲紋的這個 可能性存在 那剛才這樣講了以後 他們完全都能瞭解 所以未來我們在高處 可能用把樹枝剪掉 讓陽光照進來 還有風吹 低處的話 可能用頭藥 還有泡棉把它堵塞 會有各種方法 盡可能讓蚊蟲無法直升 你看市長身輕如燕 所以這個瘦下來 是也有好處嗎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真的看到他這樣爬樹 都替他捏一把冷汗 但是發現好像這爬樹 對他來講還滿輕而易舉的 可是麗娜議員 為什麼市長非得要爬樹 好好的去查看一下 我覺得市長有抓到重點 事實上這一陣子 我們在各個里都做宣導 然後宣導完之後 每一個里是要踏實的去做 這個尋道清刷的動作 下雨過後的48小時 一定要再做一次 把所有積水的容器全部倒過來 但積水容器家裡面附近的 全部都可以做到 但問題像這種樹穴誰知道 還有一種以前在學校裡頭 在造景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竹節 竹子這樣子一節一節 最上面會有一個小凹槽 小凹槽也會資深決絕 像這種的地方 其實在小角落資深決絕 其實是最大的 就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市長做這個示範 讓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很多地方都要做防治的動作 不是只有單純就是我們家裡面 家的附近的這一些積水容器 減容器 這個是只有第一步 再來就是所有周遭的環境 都要讓他積水要盡量減少才可以 高雄市已經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這個也是今天市長到這個現場 去示範一個最好的一個 就是告訴所有的民眾 我們今天要竭盡所能的 讓所有能夠積水的地方 都要消除 今天是這個用意 因為今天所到的地方 是前鎮的西三里 前鎮西三里 最近出現了三個登革熱的案例 都是二型的 以前高雄市都是四型的 二型跟四型如果混合交叉感染的話 就會變成初血性的登革熱 所以這個是因為有危險 所以市長特別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宣示性的作用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地方控制住 因為之前比較遠 是在三明區 現在在前鎮 其實兩邊的距離很遠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兩邊能夠控制好 然後各自不要互相的交叉感染 這樣子才能夠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從外面的人一直酸市長 不斷的認為說 他可能是作秀或是怎麼樣 我只能講就是說 市長已經做到這個程度點了 如果說中央還是 蘇院長還是一直在講這些話 今天光是小英的總統府官邸 發生的這件事情 蘇貞昌 蘇院長 你自己應該要問問看 你自己下面的這些團隊 從交通部 外交部 各個部門所出現的狀況 要不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 所以你要說 到底是誰家裡面沒人 是高雄市沒人 還是行政院沒人 你是忙著去拴 高雄市韓國瑜市長 而忘記了就是說 你在中央 還有一堆事情要做 是不是 所以我們從這個狀態來看 我們就知道 光是今天 韓國瑜 韓市長 花了一個早上的時間 不斷的在這附近 然後跟所有的里民互動 這邊的民眾 有一些人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我家附近要開始噴藥了 我在這邊也是要告訴 我們西三里附近的里民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會讓我們不要再擴散 所以大家現在忍耐 我們要把疫情控制住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確保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家園可以安全 這個是必須要做的一個動作 比較沒有辦法 我相信現在做好 我們到了8月 9月 其實才是真正的 登革熱的高峰期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個時候的疫情 不要影響到後面 真正產生大爆發 這個都是現在高雄是非常努力 認真的在做登革熱的防治 也希望中央真的能夠看到 市長就講了一句話說 他是不是閉著一隻眼睛 院長是不是閉著一隻眼睛 一直都沒有看到韓國瑜 是不是 韓國瑜一直都在高雄做事 每天都在努力的 在做這些事情 難道你沒看到嗎 其實只要韓國瑜做了什麼動作 都會有人酸 有人黑 因為就是韓國瑜 所以不管是之前他捧水紋 然後到現在這個爬樹洞 都會有人用來黑韓國瑜說 你看爬樹洞是不是在幹嘛 爬到國內政壇 無人望成莫及是不是 無人氣質比他高 所以爬到難以超越的高度嗎 什麼都有人要講 什麼都有人來酸 太會聯想 而當時就像剛剛麗娜玉講的 韓國瑜為什麼會爬上去 就是衛生局的官員跟他講 樹洞也會有資生文藝的可能 他也會有積水的可能 天然的這個樹洞 天然的不是像人工的 這個資生病霉文的 這樣一個器具 天然的這個樹洞 樹洞或是坑洞 都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韓國瑜他 因為他這個人個性 韓國瑜是那種 大而化之不拘小節的人 他不是那種綁手綁腳 他不會這種壓抑自己 他就會放開來做 這種人做事情有果斷力 有決心 這種人他活潑 他外向型會開放 他說做就做 有行動力 所以你看他一聽到二話不說 三層樓爬上去 一方面你看 柯P的體力 你既然可以從台北 騎到屏東高雄 可以號稱雙塔一日來回 你為什麼不會像韓國瑜這樣做 你是爬上去 然後骨頭疊下來嗎 疊了一把老骨頭嗎 所以這種 韓國瑜年紀也不小了 他也60歲了 所以他今天爬上去 他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除了剛剛觀眾講的 接地氣之外 他做自己 他也不在乎別人外界 用異樣的眼光 因為你做什麼 都會有人家講你嫌你 你做一個首長 你乾脆就是照大家的意思做 就不要做了 所以其實我要剛剛講說 首長勘災 或首長去視察像這種狀況 賴欣德也做過 當時他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帶著2015年 2016年的時候 所有的官員還有媒體界 有去視察工地 他在做什麼 工地看到有容器積水的 還有水缸 然後他就拿著東西去撈 撈看有沒有這個結決 把那個水弄乾淨 一樣不是在做嗎 同樣的標準 你去批評賴清德嗎 你說賴清德你在幹嘛 你去撈水嗎 你去撈結決 撈這個病沒聞的屍體嗎 你撈得到嗎 何必 你所有的事情 戴上了藍綠的眼光 然後去批評賴清德 當時也沒有講賴清德 這樣做什麼 因為當時台南的 登格勒的病例也是不斷增加 只要有做任何的動作 所長勘災或做什麼事情 那是屬於他自己 能做的這個權責辦 他做的 他要做什麼 就讓他做 只是說做得怎麼樣 你要批評外界說 他政治作秀也好 然後用這種方式 去表現表演他自己 政治就是一場表演秀 看你怎麼樣突出你自己 跟民眾心目中想要看到 你是怎麼樣一個的樣子 再講蔡英文 蔡英文之前去看待的時候 穿著跟立委邱燕 借來的一雙Hunter 美國設計師也有人說 英國的名牌 至少好幾千塊的一雙 名牌的白色的雨靴 這個雨靴 還不是一樣 我以為你要說雲豹車 雲豹車也有 雲豹車是後面 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 他穿著是名牌的這個雨靴 對不對 然後後來是坐著 雲豹車在車上 然後被災民嗆說你下來走 對不對 每一個所長他碰到的情況 不一而足 但是就在於選 你要不要選擇做自己 我剛剛講的賴清德跟蔡英文 就不是選擇 他們用跟民眾接地氣的想法 他們也是選擇做自己 做自己怎麼樣 蔡英文就是大小姐的風格 所以他不願意下來走 然後不願意換一個比較平民 後來被媒體爆料 被人家網友 網路的鄉民都在扮演糾察隊 揪出來之後 他後來很小心 穿的雨鞋都是ANIT 賴清德他屬於比較保守了 做自己做到最後面他就不敢 因為怕人家說什麼 賴神問路 怎麼怎麼樣 但是韓國瑜 他今天用各種表揚的方式 他去做他自己的這個動作 不管是捧水紋或是爬樹洞 盡量甚至之後 還會有更多奇怪 大家很難想像的一些 看他出來做了一個肢體語言 不用驚訝 也許很多人還是會繼續酸 這是厲害的韓國瑜 悲哀的高雄市民 韓國瑜這是什麼選舉動作 什麼第一 這個政治表演 人家就是厲害 怎麼樣 否則人家怎麼會當選高雄市長 人家就厲害 要不然人家怎麼會民調第一名 能夠讓國民黨提名 他打敗其他群雄並起的 黨內候選人 人家就厲害 知道老百姓在想什麼 知道說聽到官員講什麼 他舉一反三 而且馬上就去做 做出來讓大家看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看他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是同心為民 很多人小時候 可能都有爬樹的這個經驗 沒想到 對他來講可能是一些很自然的事 對 這很自然的動作 小時候他一定爬樹爬到長大 跟很多觀眾朋友一樣 沒想到到了一個 像韓國瑜這樣的年紀 你也稱之他為老頑童 還可以爬到這個樹上面 去看一看整個狀況 他也想知道說樹 真的是不是裡面樹洞 有這個並沒有人的支撐 讓他去了解 很多手掌都不敢做的事情 摔下來三層樓高 萬一他不能選舉 到時候這個又受傷了 又要請假幾天 是不是又被摔 他都要冒著這種風險 但是這些人完全完全看不到 試著爬上去很輕鬆 對 你看他動作 這個很矯健 所以你不要看韓國瑜 這個樣子所背後呈現出來的意義 各種角度隨便能解讀 但是如果你要用這個 繼續去摔他 黑他 打他 我奉勸民進黨老梗了 不要再用這種方式了 因為韓國瑜根本免疫也不怕了 他做他自己的 讓大家知道 他是最接地氣的行政首長 字幕英漢 字幕 tämä waiver 字幕官方免他